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相比于股市方面的石油价格继续下跌 美国石油下跌1.4% 目前报价是49.80美金 澳元兑美元是依旧在0.6680附近徘徊 上升幅度比较小 比特币价格最近也是冲到了1万美金以上 目前价格是9860美金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整个金属市场在最近的表现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那么英镑和欧元也基本上是在固定的区间里面小幅震荡 澳元兑纽币也是从1.040以下的位置回升到了1.0460附近 上涨是超过60个点 最近我们知道澳洲下了一场大雨 那么从悉尼到堪贝拉 再到北边的布里斯班 整个东边基本上原来有大火的地方 最近受到持续下大雨的这几天影响 很多地方的山火基本上自己就被熄灭了 金属市场上也非常的给力 因为周末下的大雨 周一开盘呢 澳元就是开始大幅上涨 那么这两者呢 其实我们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关联度的 金属市场呢 反应还是非常迅猛的 也比较敏锐的 最早呢 是举个小例子啊 早在一零年呢 我当年还在国内创业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个做了一个小的送餐平台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非常清楚啊 在冬天的时候呢 去找风头去谈判 会效果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冬天的时候啊 大家天气不好的影响呢 这些学生啊 白领啊 大家都愿意在宿舍里啊 学校里或者是办公室里点外卖吃 大家就懒得下去了 因为刮风下雨天气又冷 那么这样的情况在作为一家送餐平台来讲的话 它的这个数据啊 就会非常的好 那么这个时候去找风头 也会受到一个不错的估价 所以呢 金融市场啊 其实跟我们做生意 或者是日常的一些行为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就会直接倒向一个最终的结果 不管是天气也好 还是说最近的疫情 还是早在过去啊 中美贸易战 那么中东管道被炸 那么这些因素呢 我们看起来比较平常啊 就是说偶尔就会发生这么一起啊 突发事件 但是呢 金融市场的反应还是非常迅速的 直接会影响相关产品的价格 并且呢 关联到他所衍生的所有金融衍生品 以及股市等等的啊 所有的金融产品 那么这些呢 就会需要我们啊 在投资领域呢 做出一个非常啊 快速的决策 不管是在未来或者是过去呢 其实长久来看的话 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啊 还是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个变化能力 那么最终呢 都是比较有规律可循的 而不是说像我们哎 今天股价上涨 没有任何的原因和道理 那么出现了一个利空因素啊 股市还会逆势上涨 基本上还是有起因必有起果 那么金融市场呢 这些情况大家也基本上都熟悉了 做了投资呢 这么多年 不管是股市还是外汇呢 都有自己的一些运行规律 最近啊 我们知道这个国内呢 也有个小段子啊 受到疫情影响呢 很多公司延迟上班 本来呢 假设是在2月2号开始呢 最近也延迟到了11号 那么有的公司呢 继续往后延 延期到下一周才会开工 但是呢 有的公司 哎 直接就没烟讯了啊 就是已经倒闭了 所以呢 最近这几个星期啊 中小企业是非常的难过 很多公司呢 是一直在有维持着固定的开支 但是没有任何的收入 所有的产能呢 都要延迟 所以呢 最近也有数据显示啊 百分之六十多 接近百分之六十九的资金支出呢 是在于员工支出 还有一些福利支出 那么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资金支出呢 是在租金等日常办公费用上 所以呢 整体上来讲的话 对于中小企业家啊 或者是甚至某些上任公司 最近的日子是非常难过的 在金融市场上有一个词叫做博弈论 那么这种恶劣的金融环境或者经济环境下 其实呢 我们啊 还是讲一个小故事啊 那么在一个森林里 大家都听过这个童话故事 有一只熊啊 捉了两个人 那么其实这两个人呢 不是在和熊在赛跑 而是和另一个人在赛跑 这个时候 这个环境下 我们都知道 市场上啊 这个疫情不会突然结束 那么可能要延续几个月的时间 那么疫情影响的一个最终结果呢 可能也不会是短暂的几个星期就可以结束 那么如果是我们要从恢复产能 并且达到盈亏平衡 对于中小企业来讲 它还需要至少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在此期间呢 它的竞争者啊 或者它的对手呢 不是他自己也不是说整个疫情 而是呢 它的其他同行业里面 其他的公司 所以呢 一定要 在做的 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里 比竞争者要更好一点 那么上市公司也是一样的 上市公司呢 最近我们会发现 行业区分的板块比较明显 那么医药行业呢 还有一些现金流比较稳定的 一些消费类的行业 最近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对于消耗资金量比较大 或者是需要资金支持比较多的 一些成长类企业呢 抑或是受到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 像webjack crown这些 或者11W 股价下跌的幅度都在10%左右 甚至呢 webjack股价下跌了接近20% 那么在此期间呢 下跌幅度最大的呢 就是TWE 也就是说我们红酒 奔赴公司的母公司 那么股价下跌最多是超过 接近到30% 那么这些公司啊 其实在长期来看的话 他们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呢 随着旅游行业 运输行业 以及贸易等活动呢 受到了影响啊 所以呢 我们就能够在资本市场上看到 那么随着股价的下跌 那大家可以 如果是之前啊 没有来得及做空 虽然我们要赚钱嘛 那么最近呢 可以适当的在这些下跌幅度比较多的 公司里面 选取一到两家 自己作为长期比较看好的 那么可以慢慢在2月下旬 或者3月初 那么随着疫情的因素呢 逐渐缓和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着手布局 除了这些超跌的股票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去关注一下 就是澳币 澳币最近呢 已经是基本上属于连创新低的一个状态 长期来看的话 我并不认为澳币会持续走低 原因很简单 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啊 比方说澳大利亚 那么在18年的时候呢 对美元是0.8的位置 到现在已经是跌幅接近20%了 这么巨大的一个跌幅 会对澳洲的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 很简单 十年前 大家来澳洲 那个时候的汇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呢 大家买房呢 成本就比较高 那么在18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还是偏高的啊 比现在像美国人 如果来澳洲买房 那么当时的价格 会比现在价格高了 接近20% 所以呢 到目前 对美元呢 是在0.66到0.67 附近徘徊 相当于 为美国的投资者 在澳洲购置资产 又打了一个大幅的折扣 那么大家拿个 66折67折的钱呢 来澳洲去购买大量的优质资产 所以呢 这个时候会导致澳洲的资产流失 那么上市公司最近的表现也是如此 那么很多 背后最近大量买入的资金呢 都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呢 长此以往的话 澳洲政府必然不希望 澳币呢持续走低 前段时间呢 澳联储的讲话 也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号 也就是说 目前迟迟不愿意快速降息 啊 及早降息的另一关键因素呢 就是不希望澳币呢 大幅下挫 但是呢 澳大利亚本身呢 目前的经济状况啊 受到疫情也好 火灾也好 恢复需要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呢 相比于美国来讲啊 货币对都是两个国家的对比 因此呢 对美元还是有较大的一个下行压力 另外呢 一直迟迟消散不去的降息 预期导致了澳币也很难大幅上涨 所以呢 目前呢 澳洲政府澳洲央行呢 基本上就是压住中国经济的一个复苏 以及中国政策上的一个扶持 包括像当年啊 14年前后 中国搞了一个4万亿 那么希望这一次呢 疫情结束之后 中国政府呢 依旧能在基建 矿业等领域啊 继续向澳洲有大量的一个进口行业 而目前呢 澳洲目前三大出口 像啊 矿业 天然气等能源行业 旅游业 啊 留学 整个留学移民行业 都在大幅的降低整个的销售额 所以呢 整体上来讲的话 如果大家觉得澳币现在比较低了 不妨可以在二月底 就是说本月底和下个月初 随着疫情的缓和 以及中国政府持续出台利好政策 不管是向市场上啊 投放流动性 还是降准 那么以及呢 可能潜在的一些啊 发债 地方政府继续发债 所以呢 大家可以关注这方面的一些啊 影响因素 那么对澳币整体来讲的话 下行空间比较小 但是下行的可能性依旧存在 所以呢 尽量是做好自己的投资的一个匹配 以及呢 啊 交易数量上的一个参考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更多最近关于疫情方面影响的一些产品走势 尤其是股票方面的 那么可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网课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观看 那么时间呢 是八点到九点 大家可以通过电话报名 03-8658-0603 也可以通过和我们的微信小助手联系 来参加报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